未来世界的穷人终于变成了富人的玩物 年满18岁的人会被关进这个房间 只有卖力的在镜头前表演 才能获得打赏 马特尝试翻了个跟头 果然就获得了16块的打赏 饿了三天的他连忙输入指令购买食物 然而这点钱只够买得起一份狗粮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缩影社 一觉醒来 他被剥夺了所有财产 困在一个光秃秃的房间里 在一台原始电脑的帮助下 他必须学会在与世隔绝的新生活中生存下去 在这里 娱乐是唯一的货币 请点个赞再继续 让更多喜欢看剧的朋友看到我们的视频 虽然有点侮辱人 但马特忽然想到了一个好点子 他直接扮演成一条狗 像狗狗一样吃光了狗粮 这下不仅填饱了肚子 甚至还获得了30元的打赏 他赶紧花钱买了一件上衣 然后开始了自己的倒立表演 慢慢的他存够了40块 足够买到一张床 学习的街舞也派上用场 随着他卖力的表演 房间里各种基础设施被他买齐 每天赚到的打赏 也勉强能吃得上一顿饱饭 但这样日复一日像猴子一样的生活 让他感觉到厌倦 一次喝醉后 他不停的用酒瓶砸摄像头 随着一次次挥舞 他所获得的赏金也一点点逐渐减少 结果突然间电力全部丧失 整个房间只剩下了7K一片 这就是系统对他反抗行为的惩罚 人类最害怕的就是孤独 在这环境里坚持不了几天 马特就开始各种歇斯底里 甚至还跪在地上 祈求系统能重新开放 这次他一定会好好卖力表演 果然在他的渴求下 系统重新恢复 而随着屏幕亮起 这次左下角竟然多出一个小屏幕 里面有个老头正在讲解历史书籍 看见了马特的到来 他很自然的做了自我介绍 老头告诉他 只要累计打赏达到了一定数啊 就可以解锁系统的新功能 所以他现在可以和自己连接屏幕 他表示 自己在这个房间已经待了50多年 每天对着屏幕讲解一些历史知识 所以存款也一直维持到十几块左右徘徊 现在两人可以共享屏幕 那么他们可以尝试做一些节目效果 来增加彼此的收入 老头想起自己年轻时 学过一些魔术 只要教会马特利用他复花的表演 一定可以收获不少打赏 两人的计划很快开始 尽管魔术的过程经常穿帮 但这也达到了一种特别的喜剧效果 而随着马特的技巧越来越成熟 他的表演越来越受欢迎 存款顺利达到了2000多 招牌的魔术手势也被人们锁出戏 由此他的系统再次解锁了新功能 现在马特可以在右下角 搜索到别人房间的表演 他被一个瑜伽美女吸引 忍不住打赏了他20块 果然收获到了对方的笔心感谢 马特这才意识到 原来自己的打赏 也是这样获得的 突然马特的左上角 多出了一个屏幕 里面正有一个女员在洗澡 她愤怒的跑出来 指责马特 怎么能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 连接他的摄像头 马特连忙解释 这是因为女员的打赏 累积到了一定金额 所以才解锁了和马特连线的功能 就像马特和老头连线 是一样的道理 有了新成员的加入 马特认为这次他们可以做更多的节目 赚到更多的打赏 但女员表示了拒绝 她发出灵魂拷问 为什么 大家都只想着在小房间里赚赏金 难道就没有想过要逃离这里 去外面的世界开车享受新鲜空气吗 女员的提问 瞬间让所有人哑口无言 马特表示自己曾经也反抗过 但换来的结果是可怕的惩罚 与其被折磨 不如好好的享受现在的一切 但女员仍然坚决反对 她认为既然系统有一定的运行规则 就一定存在漏洞 不管怎样 她都必须逃离这里 连线人数到了三人后 虽然热闹了很多 她们也制造出了更好的节目 让马特房间的热度上升了好几个档次 可同时她们争吵也越来越多 女人一直在主张如何逃离房间 而老头作为一个保守的人 总是强调怎么在房间里精致的生活 她们越吵越凶 结果老头急火攻心 突然不停的咳嗽了起来 到了晚上睡觉时 她的情况开始不断恶化 最终体力不止倒在了屏幕前 完全无法动弹 马特意识到老头肯定是中风了 但即便他拥有六千多赏金 也没办法替老头买药 他开启直播表演 号召观看他直播的人 可以去老头的房间帮助他 然而这一切只是徒劳 似乎 屏幕前没有人能帮助这个可怜的老头 随着他的情况越来越恶化 老头的房间 竟然燃起了火焰 仅仅三分钟 一切就被燃尽 而他也永远断开了连线 原来系统会清除掉那些不再有利用价值的人 而他们卖力表演的结局 注定是成为一片灰烬 马特这才意识到 他必须得逃离这里 老头的离去 让马特始终处于悲伤的状态 无论怎么样也提不起兴趣表演 在艾米不断的鼓励下 他才逐渐提起精神 眼下他们必须得想办法 找到逃离这里的办法 但很显然 只靠他们两人很难找出系统的漏洞 于是马特决定利用自己的流量 鼓舞更多的人一起寻找系统的漏洞 然后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想法 分享在日常的表演直播里 进而实现相互交流的目的 他告诉了大家关于房间的真相 只要没了利用价值 就会立马被烧成灰烬 相信在他的演讲之下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反抗的队列 突然马特的屏幕一闪 画面中又多出了一个连接 马特仔细一看 这次连接的竟然是他最爱看的瑜伽女神 简单的打个招呼 马特就被迷得神魂颠倒 看来是老头的离去 让瑜伽女神成了马特的替补连接 而他可是拥有一万多赏金的大宝红 他亲切的表示 希望之后能和两人愉快相处 但艾米觉得这个女人绝对不简单 因为他白天睡觉 晚上才会起床直播 果然趁着艾米睡着 瑜伽女神开始勾搭起了马特 他希望马特能够待在这个房间 不要去思考太多外面的世界 毕竟在这里他也算是个小网红 继续直播下去 肯定能在这过上更好的生活 但艾米起床后 立马就提醒马特看看外面的直播 现在几乎所有的房间都 在讨论如何寻找系统的漏洞 特别是其中一个房间里面的女人 竟然可以控制房间喷水 这也就意味着 不同的房间可能存在不同的漏洞 只要努力寻找 他们一定可以找到逃出去的办法 但此刻的马特却有些动摇 他认为还是存在一部分人 非常满意现在的生活 没必要一直给大家灌输 系统不好的概念 你听到后愣了一下 果断拿起剪刀 开始捡起了自己的头发 他提醒马特 系统可以看到他们的所有行为 或许分配女神和他联系 也正是为了阻止他现在的行为 如果想要逃出去 就必须剪掉头发 斩断所有的杂念 专注于自己的内心 深夜马特搜索了老头原来的房间 里面已经新出寄来了一个人 看着他懵懂无知的样子 马特明白这样的循环必须终结 为了召集所有观看他直播的人 马特发起了一项活动 只要在看他直播的人 全都给他打赏一块 这样一来 就能统计出被关在房间里的人数 结果出乎意料的是 马特的赏金 直接跳转到了整整一亿的树啊 马特和艾米惊呆了 没想到被关进房间的人有那么多 女神看到这情况瞬间不淡定 他认为马特在盗窃大家的资产 要求他立刻停止现在的行为 但艾米认为 这个女人一定是系统派来的间谍 他夜市阻止 就代表他们距离真相越近 艾米对着直播爆出女人的房间后 让会用漏洞的观众对他进行攻击 果然女神的房间瞬间下起大雨 但随着两人骂战的升级 他们的房间竟然同时变成了燃烧房 没一会他们就都被烧成灰 断开了连接 经历这一切的马特待在园内 没想到两个朋友就这样全都没了性命 但突然间 他背后通往外界的大门打开 马特这才意识到 打赏金额一亿的系统奖励 就是给他一次离开的机会 但讽刺的是 马特并没有选择离去 因为他知道 逃到外面世界 他将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 而在这里 他可以做一名虚拟的一万富翁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关注三连支持一下 这里是缩影社 下次开播不迷路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 推荐自己喜欢的好剧 请不吝点赞订阅